八大怪四株面馆 13块钱的四株面条 大家好,我是程飞 咱们现在在深圳的八卦三路这边 前两天有小伙伴跟我分享说 这边有一个13块钱的四株面条 那咱就来看看它怎么样 走着 这是它的卤子 这边还有调料和小咸菜 它这里还有很多这种单点花钱的菜品 就是卤鸭头什么的 就是在这个柜子里的卤货 鸭腿鸭头什么的 它这里有四种可以选 手工面、刀削面、米粉、盒粉 我领了面 从厨房领了面之后 自己打卤子就可以 它这里 它这个店里这人呢 这是非常的多 全都做满了 地方也比较小 咱就只能凑合了 先看看这个各种卤 茄子、土豆、西游柿 这是啥呀 捡口的肉末 尝个泡萝卜 清水酸甜带着微辣 带着很开胃的微辣 哇 这土豆好面啊 而且很入味儿了 咸咸口带着点辣味儿 茄子乳 咸咸口带着点辣味儿 常见的切丁面 然后也是带着辣味儿 这个茄子卤的茄子 也是炖得很烂糊了 锅上还有免费的大蒜 四拼卤子的面条 这味儿还真不赖 这味儿还真不赖 厚的部分才有一点点筋的 这大口酥落 这面就太过瘾了 我都说实话 我都想用 我都想找碗米饭 用这个卤子 做个盖饭吃了 再盛点面去 它这个泡萝卜还挺好吃 给我拉了点 然后连成底下的摊儿 还有又盛了点豆腐卤 和这个青菜 青菜算卤吗 了 嗯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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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妈 老 ceux 深 好嘞 来了 再去加点 就成了碗面 这又成了点香菇卤 香菇混着这个辣椒碎 没有进过过道的调味 一个简单的咸咸口啊 西葫芦 西葫芦 我感觉 要是再烂糊点会好吃 刚才好像忘了单独敞口 这西葫芦鸡蛋了 这西葫芦鸡蛋是偏甜口的 甜味和酸味都不是很明显 单纯的偏甜 这加面的时候面形可能就比较随机了 但是你也可以要求指定面形 这个是手擀面吧好像 它这个店里头标的是手工面 但是感觉也 怎么说呢 煮的有点软啊 吃的不筋道 不过我吃了有点有点有点疑问 不过我吃了 不过我吃了 我吃了 吃的不筋道 我吃了 还有一个小块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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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点 多一点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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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出来了 简单总结一下 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好的 性价比很高 然后就是它这个卤的 稍微的有一丢丢的咸 三碗吃完之后 感觉稍微就有一点点渴 这个属于正常是能接受的范围 不至于说不是那种咸到 让你吃不下去 不是说咸到这个一碗吃完之后 让你狂狂喝水 那点是OK的 然后就是面条它是不够筋道啊 因为我是北方人 可能吃面还是更喜欢偏筋道一些的 完了之后 不知道这边人的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刚才那个疑问其实就是 按理说这广东人不是吃不着辣吗 他这好几个卤子里都带着辣椒 有的是红椒 有的是青椒啊 这反正吃完这个辣度 还是有点的啊 之后啊 整体来说非常OK 很nice 值得推荐 那么咱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希望我的视频能给您大家的好对口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旁边不远处 还有一个16块钱的自助餐 先看一眼 进去看了一样菜啊 就说吃饱应该是问题不大 但是也确实是这个今天吃了两吨自助了 实在没法得帮大家去测评了啊 不好意思 这是 好意思啊 CIAO 4 4 9